快手公布 截至9月底第三季 按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经调整亏损70.9亿元人民币 按年收窄约76% 按季扩大近1% 按照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 上季经调整亏损净额48.2亿元 按年扩大4倍 按季轻微扩大1% 但亏损少过市场预期的64.8亿元 期内 收入按年升33%至204.9亿元 按季升7% 高过市场预期的198.3亿元 当中 线上营销服务收入 按年增长76%至109.1亿元 主要是流量增长 及广告主数量增加 直播收入按年跌3%至77.2亿元 其他服务收入增长53%至18.6亿元 主要受电商业务的增长推动 上季毛利率按年跌1.6个百分点至41.5% 主要由于销售成本 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增加 截至9月底 平均日活跃用户3.2亿 按年增加18% 每位日活跃用户 平均线上营销服务收入34元 按年升50% 每位日活跃用户的日均使用时长提升至 119.1分钟 增长30.03% estreng rozp 费目 帮ikal Five 三 二 五 七 一 感谢观看